第六章 危局 窜出这休息厅仓室 飞到依旧有着爆炸余波的虚空中 嗯 罗锋目光朝四周一扫 只看到爆炸解体的宇宙飞船的一些残骸 根本看不到有什么敌人 大家小心点 队长泰沃传因赫道 同时瞬间就将休息厅仓室 直接收入世界戒指 那一艘宇宙飞船被轰碎 他并不心疼 整个飞船真正昂贵的是 这一个通体 由F9级金属屋檐十亩铸铸救的休息厅仓室 敌人在哪 岩石双眸如电 站在虚空中朝四周环顾 新兵 别慌 小心戒备就行了 其他交给我们 媚女催生孝道 其他老兵们也是一个个面带笑意 可也都是小心环顾四周 他们经历的大风大浪太多 即使面对危境 依旧能够保持比较平静的心态 既然对手不现身 我们走 太沃猛地朝前方飞窜 搜 搜 搜 其他九名队员也连跟着队长 迅速滑破虚空 朝远处飞逃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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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星空中遥远的九个方位 分别是在罗锋他们一群人的前后左右 上 下等各个方向 这九个点同时射出耀眼的电光 电光瞬间就贯穿虚空 在元宇宙中 就算是在强大的不朽神灵 也无法瞬间达到光速 可是 电 光线等 一旦迸发 就直接是光速 而罗锋他们 却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加速 才能逐渐逼近光速的 至于宇宙飞毁 更是要加速好一会儿 才抵达光速 所以 那九个点迸发的电光 瞬间就串联起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雷电牢笼 巨大的雷电牢笼 完全将罗锋他们这一支小队 给包裹其中 吃吃吃 雷电牢笼形成的一瞬间 顿时无数的电蛇贯穿虚空 整个雷电牢笼上一公里 直径的空间 遍布无数电蛇 毫无疑问 罗锋他们十人 自然也就遭到了电蛇的袭击 雷电狱 是雷电狱 老兵们却是传音惊呼 快走 这是机械族的手段 而且是机械族的强者 麻烦大了 太沃传音喝道 顿时太沃领头 九名队员迅速跟着他飞逃 然而罗锋 岩石这两个新兵都心中疑惑 为什么逃 这雷电狱根本没什么威胁呀 如果那雷电光柱直接射击我们 如果击中 恐怕能瞬间击杀戒主 可是 这雷电光柱却组成着雷电牢笼 迸发的这些电蛇浮散上一公里直径 恐怕戒主一阶二阶都无法杀死吧 根本没什么危险 新人岩石询问道 雷电狱有什么可怕的 罗锋也边逃边传音询问 像精英界主小队中的强者 分心多用是很正常的能力 边逃边交谈是很正常的 新兵 你等会儿就看到了 这次麻烦大了 这雷电狱不是一般机械足能布置得起的 毒药小脸上却是一脸正重 罗锋微微点头 他眼界何等高 一眼能够看出 能够浮散直径上一公里的雷电牢狱 要布置成功 恐怕器械费用就得百万混元单位借 机械足在这方面擅长 可能成本低些 可估摸着也得超过十万混元单位 绝非普通借主及机械足人能够布置 至于这雷电牢狱耗费能量 却并不惊人 因为那些电蛇 是在整个雷电牢狱中不断游窜 假设雷电牢狱内没有人电蛇 可以往来不绝地运转 可以做到能量循环 消耗无限接近于零 能量循环 像AAA神灵基地 那庞大的基地的彩色能量罩 那可是能够抵御宇宙尊者的攻击 可是那彩色能量罩 时刻维持着 只要不遭受攻击 那么能量就能做到循环无损耗 就在罗锋他们这只小队刚逃逸时 忽然 轰隆隆 从雷电牢狱的九个基点位置 突然迸发出密密麻麻的光点 这密密麻麻的光点 从九个方向迅速围杀向罗锋他们 这逼得刚刚加速逃逸的罗锋他们 这只小队只能猛地减速 因为前方就有大量光点飞速冲来 是机械傀儡 罗锋一眼看出 远距离看是光点 如果仔细看 能够辨别 是身高约在12米的银色机器人 这些银色机器人 各个背负着一柄厚重合金键 同时在他们合金身体表面还流窜着丝丝电舌 整个雷电牢狱中的无数电舌碰触他们时 却根本影响不到丝毫 是雷电机械傀儡 太沃正中道 我们麻烦大了 雷电狱配合雷电机械傀儡军团 是机械族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组合 但是也是非常可怕的组合 一般有这么大手笔的 应该是机械族的不朽神灵 九名队员都听泰晤号令 罗锋则是感觉到自己的弱势了 对于人类族群的战斗方式 自己很熟悉 可是对于一族强者战斗方式 虽然透过虚拟宇宙网络查探过一些资料 可资料讲解太含糊了 如机械族 资料描述是说 机械族人本质上是智能生命 每个机械族人都代表着一个机械帝国 凭借手中资源各种布局 精细可怕的控制 配合 谋略将会形成各种可怕攻击 所有人听令 跟随我 以最快速度突破 我们要尽快冲出雷电域 泰沃下令 是 九名队员应令 顿时整个小队开始以惊人的速度飞窜 因为雷电域够大 所以罗锋他们这支精英小队也是拼命想绕过这雷电机械傀儡军团 遥远处那残破飞船仓室内 机械族人怕刺提利嘴一笑 还想逃 六号军团 C19方案 进行 这些机械族傀儡灵活性比较差 应该追不上 罗锋他们这支小队 必让开追来的机械傀儡军团迅速逃逸 而最近的那支机械傀儡军团 忽然吸纳大量的电蛇 瞬间整个雷电域游窜的无数电蛇便被吸纳 那超过十万名雷电机械傀儡 就仿佛组成了电路 无数电蛇游窜聚集 且在其中21个机械傀儡身上出现耀眼的雷电光球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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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个雷电光球 彼此形成特殊的密纹 就仿佛一张雷电渔网瞬间直接轰出 轰 雷电渔网 以光速轰击 当追击上罗锋他们这支精英小队时 那强大的束缚压迫迅速降临 这一张雷电渔网 直接罩住整个小队 那束缚压迫之力 困着整个小队成员 这竟然是蕴含空间法则的一种 能量攻击不由令罗锋暗惊 喝 队长太沃一声咆哮 不朽神力和法则领域同时爆发 无数土黄色光点浮散在数万公里范围 每一个光点都中得可怕 轰击那巨大的雷电渔网 不朽神力也迅速轰击 给我开 阎波罗族锤则是低吼着 用着大锤轰击那渔网 破 戒主狂武也是操控他的念力兵器 精神念师九大神兵之一的猎神兵 那猎神兵瞬间组合成一耀眼的光轮 朝那雷电渔网疯狂斩踢 崩裂吧 白袍戒主神灵身后 悬浮起一散发着迷蒙光芒的长矛 周围空间都扭曲撕裂 九名队员都在施展招数 罗锋也施展其眼神兵 可这一张雷电渔网并没多少攻击 可却缠住所有队员 而遥远处的九支机械军团 已经有一支赶到 其他个个迅速赶来 哼 队长泰沃一声嘶吼 终于将他周边数十公里的雷电渔网烘碎 同一刻 整个雷电渔网瞬间崩溃 轰隆隆 原本还稳定的雷电渔网一旦崩溃 其中那强大的雷电能量瞬间爆炸开来 起了连锁反应 瞬间就将周围虚空撕裂开 强大的能量波也冲击罗锋他们小队 却硬是被队长泰沃抗下 队长 岩石有些担心看向队长 我没事 泰沃低吼一声 各位 看来这一战麻烦了 机械傀儡军团已经将我们包围了 想避过这一战 看来是不行了 避什么避 反正前往目的地也是战斗 在这也是战斗 毒药却是填底了下嘴唇 眼眸迸发金光 嗯 锤也点头 其他队员眼眸中都燃烧着战役 魏女 喂 你们俩小心点 太沃下令 自保没问题 杀敌主要靠你们了 遇到机械族 我们幻术师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骷髅般精瘦的魏迪亨传音道 每一个幻术师其实也是懂得操控念力兵器的 只是树叶有专攻 念力兵器方面肯定不是太擅长 虚空迅速自动修复 而在戒主精英小队周围 却已经聚集了三只机械傀儡军团 每个军团都是超过十万机械傀儡 一眼看去 早已将罗锋他们重重包围 而遥远处另外六只机械傀儡军团 也是以亚光速迅速赶来 只要数秒钟就能完全重重围堵 不知道他们怎么应对 罗锋倒是平静得很 所谓的机械傀儡军团 自己只要拿出不朽十星草 而不朽十星草恢复本体 每个长腾达百万公里 足以缠绕所有的机械傀儡 遥远处那残破飞船的仓室内 布局已成该收获了 坐在合金椅上的帕斯提轻声道 一名不朽神领 九名借主最多损失百分之二十七 即可收拾掉他们